2012年的一个春天,美丽的Stanford校园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在这座Old Union大楼里,一位英国医生正在向师生们坐着汉船禅法在西方的演讲。 他就是圣言师父的法子,Dr. Simon Child。 距离Old Union大楼不远的地方是Little Field Center,时光回到1990年10月24日的下午。 这里曾是东亚研究中心所在地,圣言师父当时正在演讲,讲题是禅修的理论和方法。 时隔20多年,Dr. Simon Child的演说仿佛是在回应当年的师父。 师父在西方种下的柴苗,已经扎下坚实的根基,并茁壮成长。 1990年,师父61岁,旧金山一位素昧平生的日本系禅师,邀请师父访问他的禅中心。 加上UC Berkeley佛学教授以及湾区桥界佛教团体的弘法请求,促成了师父的旧金山之行。 作为汉传禅佛教在西方的拓荒者,师父用的是西方人喜欢的禅法。 那一次,师父访问了旧金山地区的三个日本系禅中心和一个西藏中心,促进了西方佛教不同宗派对汉传禅佛教的了解。 我记得,当我讨计他会感觉,我认为他感觉我认为他的作品 非常相似的。 有一定的学习成式教训佛教。 发愿要用现代人的语言和观点来弘法的圣言师父 在此行程中为湾区华人佛教团体精心准备了两场演讲 当时师父要来在我们南湾是一个轰动的大新闻 对他从旧金山游干局势他把带下来 带下以后我们就整个就接手过来 然后就我主持在那边的一个演讲 那大概有一两百个人参加嘛 但是大概80%到90%都是一些年轻 对佛法方面都很有兴趣的 那借那个姻缘来认识了这个圣言法师 师父当年弘法的另一个华人佛教团体 是旧金山大绝联社 师父除了演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行佛法外 也教导了一天的初级禅作 圣言师父呢 是师父的名望 很多人都认识嘛 对不对 妈妈跟赵妈妈都去过冬州墙市 去过冬州墙市 回来跟我说 新年华市怎么好怎么好 然后我说你们请啊 我说我只可以开门啊 所以呢 我们又请他来 他也很高兴 所以他就答应 这机会就来了 我觉得师父的个性他非常的柔和 然后很诚恳 那跟你谈话的时候 他设身处地的 就是说替对方想 也看整个大局来想 师父都是演善巧的方法 来 而且很 很风趣的来回答这些问题 师父那个是简耳鸣 你知道没有 我就喜欢听 一针见血 对不对 师父那个两个眼神 那真的耶 那好什么呢 像两根箭似的 让我跟联想 你那是 她是一位真正的修行者 正因为她是修行者 她才能流露出刚刚说的这种意味 她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 正因为她是修行者 她才能流露出刚刚说的这种意味 誠懇、柔和 然後對佛教的報復也能夠展現、實踐出來 有的文章是關長時間的 當中有獵人的傳聞 只要看著他 又跟訪 Raven 之後進行為他 也那麼彈師交換了 有效底的築書的現象 這個建議是 他一直对这个推广佛教国际化 他是非常的重视 不决于力 他认为他的这些学生 至少要懂两种以上的语言 他一直要鼓励这一方面 舒服的智慧 看到这个世界的趋势 一定有这样子的发展在心 他的法谷山的理念 我觉得在教育方面 他是投注了很大的心理 也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他还结合了环保 所以他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 他是在台湾 我看到最先进的一个环保的推行者 是个很大的推手 所以在建筑方面 他走环保的路线 人心方面 他也特别强调心理的环保 这点 用佛法的道理 来照顾我们的心 因为你自己照顾的心 你会体会到别人的心 然后你用功去看到你的烦恼的时候 你会看到别人的烦恼 把这颗心照顾好 然后就用这颗心去照顾大众 照顾好自己的心就是致敬奇异 那也就是师父的那个心灵环保 对 心进过途径 只有把自己的心照顾好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很多部分的瓦马 对吗? 对 Suzuki Rashi 我们说 这些瓦马都说 这些瓦马都成为绘子 然后这些瓦马都成为绘子 然后这些瓦马都成为绘子 这些瓦马都成为绘子 然后这些瓦马都成为绘子 然后你会看到这些美绘子 这些绘子 各种的色彩 每一种不同的方向 或者不同的瓦马 都变成合一部分 在一个一部分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 ideal的 我认为这些瓦马都成为了 这些瓦马都成为了 所以他最后的他的绘子 是 你知不知道 你不是很好的 人们看起来 我們從那裡沒有認識他 那是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 總是這種精神還是留在這個地方 你看 我們當然還是希望 能夠這個好的佛教的理念 能夠在這個地方生根 一直延續下去 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做洪華的工作 我們先去做復法的工作 我總覺得說 我們種子已經種下來了 那什麼時候成長 什麼時候發芽成長 我們只是不斷地給他灌溉 總有一天一定會有 我們這個種子只要種下去 就是有那麼一個機會 我曾經在訪問 也曾經在訪問 我們去訪問 這就是在訪問中 在訪問中 所以我曾經在訪問 他曾經在訪問中 他曾經在訪問中 我記得他在訪問中 他非常重要 是很重要的 發展到達人 其實他用了 他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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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 要幫助 他不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